標題說的是 Great Great Grandpa 是很偉大的祖父嗎 他講了這麼多Great 表示很Great了 很厲害了 也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照片 一個老人抱著一個小嬰孩 那這個告訴我們什麼故事呢 來我們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所以這照片來自於1963年 1963 The famous photographer Richard Avedon took a picture of a man named William Caspi 所以63年的時候知名的攝影師 他叫Richard 照了一個照片 被照的人叫Caspi 那這個傢伙呢 born in 1857 所以他生於1857年 然後照這個照片是1963年 所以總之已經過了 就是他已經過了100歲了很肯定 So he was 106 years old at the time 他幫你做好數學了 Yes In his hands He was holding his great great granddaughter Cherry Stamps McCray 好所以他手裡抱著的是他的 Great great granddaughter 我們就現在來數一下他到底成績是什麼 呃 祖父是grandpa 那 祖父就是你的爸爸的爸爸或媽媽的爸爸 這應該沒問題 Right grandpa 那再往上加一個great 就是 真了 對不對 真祖父 所以真祖父的英文前面加一個 就grandpa 前面加一個great 就好了 所以這邊強調一下great 不是偉大的 你說他偉大也沒有錯 因為他 比你高了四級嘛 對不對 所以爸爸高一級 祖父高兩級 三級 對不起 所以真祖父 greatgrandpa 那再上去一個好像我們中文是不是叫玄祖父 玄 真然後再玄 我如果講錯你可以糾正我 這是我根據記憶的 我剛剛也沒查一下 那再往上怎麼加 你就再加一個great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的great great granddaughter 也就是說這是他的玄孫女 真的蠻屌的 那這就真的差了四代這樣子 好anyway so the image amazes me because the elderly gentleman holding his descendant so tenderly was born into slavery more than a century prior 好所以 他說這個照片讓他覺得很了不起 amaze了他 因為這個老人 elderly gentleman was born into slavery 所以他事實上生出來的時候是奴隸 so he was born into slavery slave就是奴隸 slavery就是奴役制度的名詞 so he was born into slavery he was a slave more than a century prior 所以他是在一百年前生下來的時候是奴隸 所以應該沒問題 我們剛說他106歲 所以他的確是一個世紀前生的 所以世紀叫century 這個字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century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詞 現在還是會常常看得到 就millennial millennium 是他的名詞 也就是一千年 我們講千禧年 millennium 千禧寶寶 快要兩千年的時候生出來 以及兩千年多一點點 好anyway the casby would eventually live until 1970 dying at the age of 113 所以他一直到了1970年才過世 我那時候都快出生了 我是77年出生的 ok 所以這麼一個一八幾幾年生出來的人 他死的時間點是我快要出生的時候 哇賽我跟他差了快要300年 有夠扯的 ok alright so his great and great grandchild grandchildren oh ok 等一下 這比怎麼有點卡卡 great and great grandchildren are alive today 好anyway 總之他的這些徒子徒孫 不是徒子徒孫 他的這些孫子輩們 那今天還是活著的 的確應該是 and many of them remember him 所以他們絕大部分也還記得他 so 最後一段 it puts into perspective just how relatively recent slavery existed ah 所以這一段才是重點 就能夠讓我們得到一個全新視角 這個視角就是奴役制度 其實離我們還真的沒有太遠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 我剛剛這樣算了一算 就是我出生的時間跟他死掉的時間 沒有差太遠 差7年而已 也就是說我差一點就活在 還有奴隸存在的時代 ok 哇 我都覺得我也會變成 我也 我聽起來好像也變成了一個歷史人物一樣 不過的確是 我跟一些年輕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我會問他們說 你們知道什麼是戒嚴嗎 他們說 oh yeah 就課本裡有教 我就說我曾經活過戒嚴 真的啊 我那是國小小三還小五的時候 解嚴了 那第一個衝擊的就是 怎麼報紙變那麼多張 你大概知道 就媒體的管制是戒嚴的時候的事情 一解嚴 哇賽報紙張數變多了 然後報紙的這個 就媒體公司也變多了這樣子 然後電視台後來更是 雨後春筍般的這樣長出來 好anyway 所以這句再看一次 所以我們能得到一個 perspective so it puts into perspective just how relatively recent slavery existed ok 所以slavery存在的是多麼的很近 相對來說很近 很recent 很最近 how relatively recent slavery existed so because as far away and distant as it may feel now 這個他的斷句斷得不好 應該這邊是一個 痘點或者沒有痘點 直接接下去 所以因為現在覺得好像 現在覺得好像離很遠 可是我們現在有個 perspective 就他其實很近 so even in modern day America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active members memories excuse me of talking to former slaves 所以到今天還有人 有了這些回憶 回憶是有關什麼的回憶呢 就是跟奴隸講過話的回憶 但現在已經沒有奴隸活著了 一把幾幾年活到現在是不可能的 應該啦 ok 可是就是應該還有人有回憶 有記憶曾經跟奴隸講過話 so there are people who have active memories of talking to former slaves yes ok 好所以這個故事 這張照片的故事 我覺得也還蠻有趣的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